有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的确人在江湖往往身不由己 但现实的江湖不像武侠小说里面一样 动不动就快以恩仇 而是更复杂 不管是谁都无法逃开人情世故的考验 比如张作霖就对儿子张学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关于这方面呢 其实先辈们也早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和智慧了 比如有句话就这么说 讲钱不借二 酒不喝三 路不走四 这些劝借的背后呢 就是人情恋达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几句告诫 看看背后的道理 首先钱不借二是不借给谁用呢 首先就是不借没信用的人 借钱这件事 其实如果从本身来说呢 真的挺简单的 亲戚朋友之间都会遇到困难 找对方借点钱 对方如果是真诚的亲人朋友呢 一般呢也是愿意真心帮忙的 如果借钱这个人能够按时归还 那么彼此的关系往往会更加的紧密 就像那句俗话说的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嘛 但是呢 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的 一般钱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 诚实守信的 毕竟不是所有人 所以呢 社会上才有很多欠债不还 甚至挽起了猫鼠游戏的人 比如欠了很久的债 不还给人家 甚至东躲西藏 不接人家电话 也不肯见面 还有的人呢 债主好不容易找到他当面催款了 他却反而倒打一耙 认为是债主 心胸太狭窄了 太不讲情谊了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都怕给人借钱 不是不想帮 而是怕帮了 还连朋友 连亲人都做不成了 我们再来说说 这第二类不借的人 就是不借长期真穷的人 这个也是先辈的智慧 老话就说了嘛 救急不救穷 朋友之间难免会有经济上的往来 但是呢 对于那些经常需要借钱的人啊 经常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一团乱麻的人 他们的困境 往往不是因为外界的灾难 或者什么不幸的事 而更多是源于他们自己的懒惰 或者是他们做事不负责任 顾头不顾尾 不会安排计划生活等等 这些问题引起的 一般来说呢 这样的人只想着天上掉馅饼 沉迷在不劳而获的幻想当中 有句话叫做烂泥扶不上墙 借钱给他们 他们不会认为是你的帮助 还很可能会反而 助长了他们的依赖心理 使他们更难以自立 与其这样 不如帮他们找点机会 或者鼓励他们自立更生 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这是帮助他们改变习惯 实现长久发展的 算是根本之道 如果只是借钱 那么不仅是你损失钱财 也不可能对他们 有根本的帮助 拿给他的钱呢 大概率也是被他挥霍一空了 到时候大家都心生怨对 实在是没有必要 再来看看什么酒不喝呢 首先是不喝闷酒 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 有的人心里有点不开心的事 就喜欢喝点酒来麻醉自己 好像喝得飘飘然 不省人事之后 就能少很多烦恼似的 特别是曹操的一句 何以解忧 唯有度康 更让一些人觉得 好像喝酒可以解忧似的 其实呢 因为喝酒误事 因为喝酒之后 闯祸的例子更多 正所谓借酒交愁 愁更愁 如果闯祸了 或者喝完之后身体不舒服了 那就更增加了很多烦恼了 所以闷酒不喝 第二是不喝花酒 喝酒呢 一般都是亲戚朋友之间 合作伙伴之间聚聚会 大家呢 欢乐畅饮 但是呢 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的人呢 太复杂了 比如经常来这些地方的人呢 往往形形色色 其中就不乏有心怀鬼胎的人 比如有人会在这些地方找机会来跟别人搭讪聊天 在喝酒的时候呢 让对方放下戒备心 喝完酒之后呢 大家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比如争执啊 打斗啊 或者半推半就的男女之事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半醉半醒 就很容易无力反抗 所以呢 从古至今 人们都说花酒不要喝 不仅伤身 还可能让人陷入未知的危机当中 酒的第三不喝是不喝面子酒 喝酒呢 本来就是消遣于乐的愉快的事 所以不需要过量饮酒 一定要量力而行 但是呢 在一些酒局饭局上 经常会有人拿着酒杯三番五次的 敬人酒劝人酒 人家不喝呢 好像有些不太好意思 有点过意不去 喝呢 自己身体又觉得受不住 觉得挺为难的 其实呢 这样的为难大可不必 喝酒喝的是身体 喝不了的就不要喝 根本不需要为了 所谓的谁的面子去逞强 任何时候 我们的身体都是第一位的 最后还有路不走四 又是些什么路呢 首先就是不走捷径 人呢 是高等动物很聪明 总是很容易想 用最快的方法去达到目标 但是呢 其实有句话说的好 捷径上往往有那种大坑 或者说走捷径呢 一般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选择走捷径 就看代价是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 第二条不走的路是不走错路 路选错了 走得再快再远 也只会是南辕北辙 比如有的人呢 因为意识弧度或者利欲熏心 为了达到某个目标 可能会走上歪门邪道 但很多很多的例子也告诉我们 这样的路往往它走不长 就算取得意识的成功 就算意识风光也很可能在后来栽跟头 所以呢 一代代老人总是告诫 后辈不要走错路 接下来要谈的第三点就是不走极路 其实呢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是从学会收起极躁的脾气开始的 您看 凡事如果太着急 往往事与愿违 反而耽误了时间 结果也不会太理想 在慌乱当中做出的决定呢 往往考虑不够全面 很容易出错 导致事情难以顺利推进 所以只有在充分的分析 深思熟虑之后 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静下心来 保持稳重和冷静的态度 理清前因后果 这样才能走得更稳和更远 最后一点就是 不走原地打转的路 我们经常会说 驴就是拉末的驴 说它不管多辛苦 但是呢 它一直在原地打转 没有走远 所以呢 原地打转的路呢 千万不要走 比如做一件事 努力了很久 没成果 竭尽全力了 还是一无所获 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 是否这件事 不适合自己 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人生坚韧不拔 非常重要 但是呢 会选择正确的道路 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去努力 也非常重要 走不通的路 走不通的路不必抢走 融不进的圈子不必强融 不要在不适合自己的问题上 纠缠太久 执迷不悟 所以人们也经常说 人要会复盘 会及时调整方向 不要只是低头走路 从来不抬头看路 如果总是原地打转 那就太可惜了 好了 今天关于前部 戒二 九部和三 路不走四 我们就聊到这了 大家觉得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 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 帮忙点赞评论和转发 分享给更多朋友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